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上两个星期开始进入表决最后阶段的政改 更加日日新鲜 首先有全国独立党的炸弹事件 然后有林建峰美极哈喽事件 然后有汤家华耿烟退党退立法会事件 如果用一句色情片的片名叫做《获获高潮获获金》 但是大家看这些政治事件背后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多些书的话 对于这些政治事件的解释和分析 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层次的看法 首先我讲回等法叔这件哈喽事件 大家都会很奇怪的 一班议员怎么会为了 立法会要通过政改就有三分之二的支持票 泛民就一直都没有变捷的人 也都没有表示支持过 所以根本上等不等法叔呢 政改都过不了了 对大局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但是为什么是一个已经临近表决 再入市策这么重要的关头里面 他们为了等一票无足轻重的一票 而一起走出去 结果搞出了一个大头发 而再入市策的就是 共产党提出的方案 只有8票支持 28票反对 是完全不单止没面 甚至在国际传媒里面被视为一个笑话 因为外人没办法理解 其实为什么这班人 因为流氓法要等法叔的一票这么重要 而这一票是没有实际影响力的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想起这班人和北京的中央政府 或者香港的中联办官员 他们的关系性质是什么 那你自然知道为什么那一票是这么重要 我今天介绍的一本书 就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罗永生的作品 就是叫做《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 英文就是叫做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牛津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原本是2005年英文版 就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而这本是中文版的 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更加早完成的就是这位作者 在雪莉讨书的时候 在澳洲读书的时候的博士论文 是2002年左右 那为什么会和法叔 等着法叔有关呢 那因为大家想起来 其实《刘皇法》是一个殖民地时代 栽培出来的乡身代表 是新界乡议局的代表 而林健峰也是 在97年之前 已经在商界 在总商会里面 通过去参加自由党 走上政坛 这本书告诉大家 究竟在香港的政治里面 权力的主人 和他们下面 执行这个权力 为他们工作的人之间的 关系的性质究竟是如何 从而看出今天这种性质的改变 大家有没有想过 殖民地管治是一回什么事呢 一帮红骚绿眼的洋人 千里少少 你记住以前没有飞机的 是坐船 还要几个月 中间可能还要乡 由英国 来到亚洲地区 然后占领了土地 然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政府 去管住一帮 完全跟他们不同的人 包括种族 包括文化习族 包括语言 包括宗教 而最重要的是 这帮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 是很不同的 美洲印第安人 他们也有宗教 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文明 相对于亚洲来说 但是亚洲这些 比如印度 马来西亚 文来 新加坡 或者是缅甸 香港等等 在千多年来 已经发展出一道 比较成熟的商业 中族文化 以及文明的生活方式 那么一个外来的政权 怎样可以强加于一套东西 而令到这帮人 心甘情愿 让你去管 你想想 香港的殖民地 是由1842年到1997年 超过150年 而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秩序 中间有什么巧妙呢 这本书要解释的 其实就是这个 以往我们对殖民地管治 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共产党的看法 殖民地等于帝国主义压迫 一个民族 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压迫 他们就是靠什么呢 就是靠军队 警察 和在殖民地里面的一些羊牢买板 跟他们合作 然后维持一个管治的核心 而广大的华人的市民 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被欺压的一群 如果是这样去解释的话 香港殖民地很难维持150多年 去到1997年7月1日才结束 也很难解释得到 为什么只是出现过1967年的暴动 而期间是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苏联 所以呢 另外一套解说 另外一套解说就是 就是孔庆东理论 就是你这帮人是奴才 走狗的心态 就是对英国人有一种 对英国佬 英国文明有一种 尊敬 深深情愿给他们奴役 所以不反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人就没有理由支持 这个1997年主权 而交给中国的 所以这两套理论 其实都没有办法解释得到 香港殖民管制是一套什么的方式 第二样 一个错误文明 我们很容易将大英帝国的殖民管制 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的帝国 你想想 以前它从北美洲 加拿大 美国 到澳洲 纽西兰 接着是非洲 尼尼尼亚 肯雅 南非 接着就去到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 接着再过来的印度 然后缅甸 马六甲的新加坡 奔城 马来半岛 然后接着就到香港 一个这么庞大的帝国 其实根本是没有一套的模式 去管制所有殖民地 而英治帝国的管制方式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全部都是相当实际地 因应当地方的情况 而发展出一套属于地方的管制方式 那就是说 有很多一套殖民地管制方式 譬如他在印度的管制是这样 靠这个 领导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 叫做分而自知 不代表他在香港是会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 就从他印度怎么搞到印度都乱了 来推论 他一定会搞乱香港 其实这个绝对犯了一个 根本上的错误 就是他根本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管制方式 是没有了解 是作出一个错误的类比 那究竟在香港的管制里面 是一个什么方式呢 罗永生挑战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看法 包括殖民地压迫论 包括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的迫害 又或者是将一些 一套全球放珠四海街准的管制模式 他就说都不是 实际上殖民地政府在香港能够长期管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本地的华人和殖民地政府勾结共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都有好处 大家都得到各取所需的情况下 是维持了一个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史上 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管制 而这个管制甚至是令到当地人民 对殖民地政府有一种信任 甚至是支持在里面 那究竟这种勾结共谋是怎么形成的呢 下一集再跟大家讲 今集时间差不多 记住拿一本好书看看 拜拜